诶,Skid,你有没有看过Shot Adventure的Channel? 有啊,非常的正典,OK?你有没有去Subscribe他啊? 当然有啊,今时今时看了他的影片,不Subscribe他的话,那就是混蛋! 对啊,我也这么觉得,你有没有去SubscribeShot Adventure的影片啊? 在浩瀚的宇宙里,危机四处,随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狂派的变形金刚来盗取你个人的资料,甚至于国家机密Sandwave 没错,你看的的确是Sandwave的这个机器,但是这一次呢,要介绍的并不是他,而是他! 从身上,很有礼貌的敬礼之后,射出来这只,射出来这只,Ravage! 到地球之后呢,Siddy,他的形态呢,就是这个样子啦! 非常的鸟样子! 这个呢,可以说是变形金刚玩具呢,去掉第一集电影的这个Skorponaut之后呢 现在可以说是终极失败的一个变身形态啦,这个赤膀我忘记拉出来 这个呢,则是Ravage的所谓的Re-Entry Mode 也就是他进入地球的时候的一个形态 光光是一个爆的一个形态,已经非常正典,你为什么因此要把它变成一个能够变身的一个形态 让它看起来这么额外的一个畸形呢?所以呢,这个实在是... 啊,他妈的,OK? 好,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呢,就是所谓它一个Re-Entry Mode 到地球时候的一个形态,可以说是非常激情到一个不行 而且你完全说不出它是什么东西来 说是一个比较有型的飞机或者是飞行的一个形态呢,也不是 OK?有没有攻击力看起来也不像 所以呢,各个方面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失败,OK? 所以呢,我也懒得再去讲下去说这个家伙是怎么一个回事的,OK? 干脆把它变到一个非常正典的一个Re-Entry Mode的一个形态吧! 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呢,是先把它后面这两个泡呢,把它给移到后面去 移到后面去,OK? 接着呢,把这两个翅膀呢,给收起来 再来呢,是把它的尾巴,也就是从它底部这个地方整个的给搬起来 搬起来到这边来,OK? 之后呢,把后面这一个尖尖的部位呢,给弯到里面去 成为一个倒勾式的一个形态,OK? 接着呢,则是把它的后脚的部位呢,从这里整个的给它搬到 它应该有的位置,归位之后呢,脚就可以把它给稍微放下来了 然后呢,脚爪的地方呢,弯下来 另外一边的做法呢,使得也是一样的哦 好,很少看到会有不一样的哦 弯起来,归位之后呢,脚爪给弯下来 胸膛这个部位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给合起来 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有一个很怕羞的一个形态 把它脸抱住 好,接着呢,把它前面手的部位呢,给分开了之后呢 然后呢,弯下来之后,往前,爪子再把它给搬起来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再把它四支呢,给弄好之后呢 Ravage的一个形态呢,则是变身成功了 所以呢,这个形态呢,比刚才那个四不像的垃圾呢 成功了上百倍,上千倍,上万倍,OK? 所以呢,只要拥有这个玩具的人 相信不会有人会去把它摆在一个所谓的垃圾 re-entry mode的一个形态 来做一个装饰 绝对是把它摆成一个爆的一个形态 因为这样看起来呢,漂亮多了 你看我把它这个 手臂啊,把它给弄好 因为它其实啊,它的关节呢 灵活度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正点的 这个手的地方是顽形 而且它可以稍微往里往外 所以你可以把它摆出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姿势 甚至于战斗姿势都可以 后脚的部位呢,也是一样的 OK? 而把这个ravage 变成这个形态之后呢 不免得就让我想到一个 我之前所拥有的一个玩具 漂亮 Voltron,也就是百兽王 是不是啊,OK? 其中一支了 而你不要问我说我能不能介绍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一支呢,是我唯一拥有的 其他的我都没有 因为在美国当时呢 它是有丹麦的,OK? 所以呢,其他四支呢 我完完全全都没有 OK OK ravage 它的一个缺点在于说 它尾巴的部位在这个地方呢 很容易去把它折断掉 OK? 不是断掉 就是松动掉 所以呢 只要断掉之后呢 再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它这边呢 有一个关节在那边 以及尾巴的地方呢 只是碗形的 所以它可以弯大概这么多的角度吧 OK? 而尾 屁股后面的炮呢 也就是在电影里面 有秀出来攻击的这个 攻击敌军这个基地的地方 就是存放这个 all spark 这个碎片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武器了 OK? 而它整个真正能够动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啊 Megalive 但个人看起来呢 算是 Automorph OK? 像我讲的 我非常怀念Automorph 因为我非常不在乎 这个Megalive 你就是把这个Ravage 后面这一片东西呢 移动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R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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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 Ravage Waaaaa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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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再来就突出那些小 小猪猪小球球 变成 变成 Frenzy 还是 变成Frenzy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太阳能够动的地方啦 整体来说呢 爆的一个形态呢 绝对绝对 符合到电影里面 应该有的一个形式 而且呢 造型上面呢 也相对的漂亮 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在介绍完这个玩具之后呢 我绝对不可能 再把它的尾巴弄断 不对 我绝对不可能呢 再把它变回 所谓的一个Re-Entry Mode 因为那个Mode 完完全是一个垃圾的一个形式 OK? 它的头顶这边呢 虽然有个Line 呃 紫色的一个 呃 所谓的透光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它透光的成那个效果呢 并不佳 OK? 而这个呢 相对的也是 变形金刚第二季玩具 眼睛能够透光 透光的一个缺点 尽管说他们后脑勺 或是脑后背部呢 都有一个透光的作用 但是呢 光 或是手电筒的灯呢 完完全全没有办法透过后面 而从眼睛那边射出来 非常非常少有成功的例子 但绝大多数呢 都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比例 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Revenge of Fallen Deluxe Class Ravage 比较好 你